三轮,一甲过去,尤文图斯三战全胜本聚榜首,把马军团攻入了七个球,但球队的星期号,并没有在进球者的名单上,随着射门次数的不断累积,恩射不中这样的字眼,自然也会出现在各路媒体,关于斯伊罗扑天盖地的报道之中。 而黄马这边,七甲同样三战三胜,本子马攻入四球,贝尔也有三球进展,就在无形中放大了斯伊罗目前面临的挑战,实际上,葡萄牙巨星的处境,在赛季开始前多少能被预测到,一直在挑战的他,正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斯伊罗七号本轮联赛所处的实际战位,进攻方向向左从前三轮来看, 斯伊罗第一轮对阵切握打的是4-2-3-1阵型里的中锋位置,之后两轮都是4-3-3的左边锋位置,前场他帮也随着阵型调整而变化,第一场是科斯塔,迪巴拉克夸德拉多在斯伊罗身后,后两场则是满足机器在中间, 贝尔纳带斯基在右,左中场的位置加上了马图斯迪,这两套阵型基本也就是拉来格里上赛季采用的主要打法,当然也有4-4-2这样的选项,就斯伊罗个人特点而言,4-3-3和4-4-2更适合他的特点一些, 虽说目前还在赛季出,无论是振兴打法,还是球员状态都需要调整打磨,但伊甲前三轮很突出的一点是,斯伊罗确实没有得到最舒服的支持,斯伊罗本赛季,伊甲的所有射门位置分布,便越大表示机会越好斯伊罗及其擅长跑位,寻找落点, 并且用跨人一步的处理球速度完成攻门,这在前三轮的伊甲比赛中都有体现,但问题在于球队创造机会的能力实在是有限,在活跑也架不住一条,并没有被冲散的延整防线,衡量进球概率的期望进球数据表明,斯罗本赛季平均每90分钟,的期望进球只有0.45个,而他上赛季在黄马的这项数据是1.05, 上赛季尤恩中锋一花音的这项数据则是0.43,换句话说,尤恩对主要的分手,提供的支援幅度并没有显著提升,斯伊罗很难获得了足够好的射门机会,走中路的机会太少从进球概率上来说,上面这球是斯伊罗在一脚前三轮,获得的最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当时球队前场断球,迪巴拉古顶附近送出最后一传, 这时候可以看到,斯伊罗标志性的那些前叉抢占位置,随后的处理球也很快速,不过切剥的防守同样很有经验,先是在斯伊罗前叉,的时候用相对隐蔽的拉扎进行了严阻,随后卡叉拖雷又做出了准确的产球封堵, 这次机会确实不错,但遗憾的是三轮看下来,射门真正从中路渗透进去的机会屈指可数,球队缺少中路推进和渗透能力的问题暴露无一, 马图伊迪和赫迪拉的功能问题,这个问题,和游玩的中场配置关系很大,其中马图伊迪和赫迪拉都是很容易引起游温球迷截然相反的评价的球员, 两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比如赫迪拉的意识,球上和进攻端处理球,马图伊迪的覆盖,奔跑和平抢,但两人都没有持球推进能力, 而且他们的优点也没有好到足以让人不去说他们的问题,更直白的说,如果两人能够合二为一, 假设说让赫迪拉拥有马图伊迪的覆盖面积和拦截能力,才能失智性地解决游文目前的中场问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夸在马图伊迪的时候要忍受他便有的处理球,夸在赫迪拉的时候要忍受他的隐身,半道位的传球,影响进攻速度, 如果是从看黄马转换到看游文图斯,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游玩的整体比赛节奏太慢,缺少推进能力是一方面, 此外全队的传接球水准,也很难支撑快节奏的转换进攻,即便是中场技术最好的皮亚尼奇, 也有很多下上面这样半道位的传球,是,从结果上来看,最有桑德罗接到了球,传球没有失误, 但由于谈地的这一下,对手有足够时间前来补位,压住你的进攻节奏, 如果快速准确转迷球,方德罗是不是有机会直接向前开始冲刺呢? 实际上在上赛季游文竹场0-3书给黄马一战中, 黄马的球之后极快的衔接和从平球开始就侵略性极强的向前意识,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配合,是C罗喜欢的节奏而向上面这样的配合,其实才是C罗习惯的进攻方式,也能更好自欺巴他的威力。 这次就是赫迪拉做出了关键的向前直线输送,C罗快速转移交道右边路,随后自己迅速检查, 同一场比赛中,C罗在左路也有一次快速过渡球,直接制造了一多打烧的反击机会, 但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而目前游文的攻击群和C罗之间,也还没有找到良好的默契度, 从球员攻击能力的角度而言,第一场有伯努奇, 卡塞洛,迪巴拉和克斯塔首发,的时候是最犀利的,但攻守平衡也需要考虑, 游文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不管怎么调,总会存在一些明显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 曼朱基奇和本泽马的风格也不同于此同时, C罗与风险搭造曼朱基奇目前看来多少有一些功能上的重复, 这与他在黄马是和本泽马的合作是不同的, 由于近两年被阿雅阁里改造成左边峰, 克罗地亚人的强点风格和C罗有些相似, 右转左肩也是游文近两年来的一大杀招, 与本泽马的做球和扯动相比, 曼朱基奇和C罗双双冲入禁区, 强点的时候,打法与C罗加本泽马肯定有区别, 而曼朱的机动性还不如C罗, 这就导致葡萄牙巨星有时候变成了真正的左边峰, 事实上他的船中也很有威胁, 在迪巴拉布首发的情况下, C罗成为了游文前场出球次数最多的球员, 在黄马的情形显然并非如此, 极强的顺能能力纵观C罗前三轮比赛的表现, 除了这轮对帕马显的身体发尘之外, 对切祸和拉奇奥的时候, 游文7号还是有着亮眼发挥的, 精彩镜头不在上, 无论从船接球, 泡泪还是什么来看, 无界金球奖的主的功底都不用多说, 对拉奇奥的比赛, C罗接球之后原地桥整, 打出了一脚质量极高的景色, 可惜拉奇奥们将斯特拉克沙, 做出精彩服又把球拒之门外, 对伊札克队来说, 或许谁也不希望, 成为第一个被C罗破门的队伍, 因此也会对C罗加倍防范, 目前游文的三连胜对C罗当然是好消息, 这让球队有更多的空间来调整, 葡萄燃居心的要力也不会那么大, 且要迪达拉, C罗三轮不进球, 并没有必要大家打拔, 但游文的进攻问题, 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了, 这也表明33岁的C罗将迎来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保留三中场的配置, 那么缺乏推进能力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进攻可能多半是灵枪碎打或者乱中求胜, 这对遭到重点盯防的C罗来说绝不容易, 而解开中路难骑的最有效解药就是迪达拉, 如果他找到合适的定位和角色, 就可能大幅缓解C罗的压力, 笔者之前曾经分析过, C罗在游文的感觉会介于葡萄牙和黄马之间, 黄马有很多束缚的地方是游文给不了的, 但斑马军团也能提供自己的支援, 帮助C罗持续良好的发挥, 等大和调整C罗的生涯贯穿着挑战, 之前他也遇到过不少艰难的考验, 但这一次, C罗面临的挑战比之前的每一次都要更大, 他不再是潜力新人或者一次金球掌得主, 而是历史极具新和五次金球掌得主, 面对的期待之和压力完全不同, 在33岁这个年纪, 他离开了对自己的支持度最好的球队, 来到对前锋不太友好的陌生的连反, 加摩实力强劲但进攻端同样有著多不足的球队, 下滑是难免的, 不熟悉的环境更有可能加剧下滑, 但心东下却对他有着拿下欧冠这样的重大期待, 这次挑战的难度之大, 从转回完成之初, 到一架新赛季开局, 一直明明白白的展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可以说是一直在挑战的C罗遇到的最难一关了, 漫长的这个赛季里, 他要怎么闯?